约翰家正要举行派对 到时候亲朋好友和邻居都要参加 他们一家正在家里紧张的安排着 新闻中正在报道 一颗巨大的彗星正拖着无数碎片越过地球 但是经过科学家的推算 这颗彗星将不会对地球造成任何影响 由于家里缺少一些食物 约翰带着儿子前往超市购物 两人刚到超市门口 就见到成群结队的飞机正向同一个方向而去 儿子还惊喜地发现 那颗彗星正在遥远的天空飞行 这让约翰心中泛起一丝不安 但他没有多想 和儿子在超市快乐的购物时 他的手机突然传出了来自总统的警报声 紧接着便接到了国土安全局 打来的零音电话 一面机器的声音说道 约翰一家被选中进入紧急避难说 这通电话让约翰逐渐紧张起来 急忙拿着儿子向家里赶去 路上又遇到了成群结队的装甲车 向着一个方向而去 这更加加重了约翰心中的不安 他火急火燎地赶回家中 此时亲朋好友和邻居们都已经来到了家里 正围住在电视旁 看着电视中 卫星撞地球的壮观直播报道 随着倒计时开始 第一颗卫星碎片成功撞击地球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 他们家居然感受到了强烈的震感 紧张的约翰立马出门查看 只见成千上万只小鸟正在头顶金飞 突然一股强大的冲击波将约翰重蹈在地 他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此时 安全部的电话再次打来 再次提醒约翰赶紧前往避难所 同时用微信发来了避难所的门禁二维码 但没有具体位置 紧随其后的 将是一颗又一颗的灰心碎片 扎向地球 舌的人都开始紧张起来 邻居们都各回各家 各招各妈 约翰一家也赶紧收拾好了行李 准备动身 此时的天空已经被火光笼罩 犹如世界末日一般 约翰来不及停留 这张汽车就向军事基地而去 邻居们都感觉出了绝望 可他们心里清楚 他们并没有被选中 即使一名妇女希望约翰 将自己的小女儿带走 但还是被约翰拒绝 他清楚地知道 即使带到了避难所 他也会被拒之门外 约翰一家紧张地 行驶在漫无目的的路上 彗星撞地球的事实 也已经全民皆知 世界各地都已经出现了 打扎墙烧的现象 整个高速已经被堵得 水泄不通 机智的约翰从小路绕行 才成功到达了军事机场 这里早已是人满为患 一片混乱 人人都想快点进入 只有拿到二维码的 被选中的人才有资格进去 约翰一家成功进入到了机场 他们都是被选中的人 社会的精英 按照军方的要求 一家人只能带一个背包进去 可约翰有三个背包 他开始整理必需品 汽车在这时发现 儿子的一道数忘记拿了 约翰问了一下军人飞机 起飞的时间还有20分钟 时间来得及 让汽车带着儿子先上飞机 自己则回去拿一道数 到时候在飞机上会合 说着就离开了机场 妻子并不知道自己上哪架飞机 于是去询问看守的军人 一时嘴快就说出了约翰回去拿药 儿子患有慢性病的事实 军人立马将此情况上报 因为患有慢性病的人是不能登机的 吕军官了解情况后 坚持要将妻子和儿子赶下飞机 尽管妻子不断地请求 可对方依旧一副毫无办法的表情 规定就是规定 吕军官的家人也没被选中 他也毫无办法 当约翰赶回来时 已经不见妻儿的踪影 他一架飞机一架飞机的寻找 各式一无所获 电话也没有信号 跟气质根本联系不上 时间一分一秒流逝 机场门马上就要关闭 此时一旁的乘客认出了他手上拿着的一道术 说自己的妹妹也患有糖尿病 被军方强制赶下的飞机 患有慢性病的人是无法登机的 约翰这才反应过来 急忙请求军人打开舱门 他要去寻找自己的妻女 并且是志愿下飞机 与此同时 大量没有被选中的人们冲破了军方的防线 城前上方的人们开始涌向飞机 军方立马真相实弹 进行难解 开始了产无人道的大屠杀 一颗榴弹击中了正在加油的军人 约翰察觉出了古妙 急忙呼叫飞机上的人赶紧下机 话音刚落 飞机就因为直弹的射击 发生了巨大的爆炸 一架接了一下的飞机遭殃 好着约翰提前跑了出来 另一边 被拒绝上飞机的妻子 来到了自家车旁 给约翰留下了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 他们要去外公家战时避难 当约翰来到车前时 妻儿着已离去 但看到妻子留下的纸条 他也终于是松了一口气 好在妻儿都还活着 妻子带着儿子行走站回家的路上 一路上 昭义是破难不堪 他的首要任务就是为儿子买药 可现在哪里还有正常的药店 全部都是一些打扎抢烧的人群 妻子无赖只好加入了他们的队伍 终于在药店找到了一道树 突然一群暴徒闯进了药店 他们见人就杀 见东西就抢 妻子慌忙带着儿子向后门逃窜 终于有惊无险来到了后门 可刚要出门 又被一名黑人拦住 妻子苦苦哀求 终于唤醒了黑人内心的真善美 他放过了他们 妻子带着儿子找到了路边 拎着的一对老夫妻的汽车 希望他们能带他们一劫 脑头本来不肯 可在老夫人的要求下 还是让妻儿上了车 中度闲聊时 妻子依旧没有管住自己的嘴 说出了自己一家 本来是被选中的人 可是中途出了点状况 这才沦落道士 说者无心 停者有意 在这个人人至宝的时刻 人性暴露无遗 老头当即停下车 将妻子拿到车外 扯下了他手上的手环 带着儿子驾车扬长而去 妻子毫无办法 只能站在路边绝望地呼喊 这边 约翰也终于找到了一辆货车 愿意带他一程 可他也没能控制住自己的嘴 向同伴说出了之前发生的一切 同伴们瞬间起了胆心 突然发烂 想要抢夺他手上的手环 突然 货车发生了车祸 整个车厢的人都被甩出车外 约翰大乱不死 可周围的人依然惦记着他的手环 情急之下 约翰一锤子 直接砸死了一名抢夺者 这一幕让其他人 再也不敢靠近约翰身边一步 约翰成功脱险 硬一边 老夫妻带着儿子 终于来到了军事基地 他们亮出了手上的手环 黄正路上掉了一个 希望可以通融一下 居然刚打算放心 此时 儿子终于勇敢地说话了 这位负责任的军人 立马将老夫妻 拉开单独隔离起来 把儿子抱在怀里 好生安慰 因为儿子患有慢性病 终究是无法登机 军人也没办法 只能把他暂时安置在机场里 不久之后 妻子终于搭上了顺风车 来到了机场 他哭着说说自己的遭遇 终于感动了一名好心的军人 军人将他带到了儿子的帐篷 吴质亮终于再次见面 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儿子的病情已经得到了控制 这里的医生已经给他打了一道术 善良的医生还为他们准备了足够的药 让他们在路上用 这边 约翰来到了一个不知名的小镇 小镇上早已没有人烟 他随便走进一户人家 大口喝着水补充了一点水分 然后打开电视 电视里全部都是 关于这次会心撞地球的报道 全球各地都遭遇了会心碎片的袭击 社会着眼乱套 到处都发生着暴动 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10亿 到了明天 地球将被会心毁灭 约翰不敢耽误 他开走了屋主的车 向家的方向赶去 还顺便留下一张纸条 如果他能活着 一定将车还回来 很快 约翰回到了老丈人的家里 老丈人看起来一点也不着急 还和几个老友在家里打不快的小麻将 约翰说了之前的遭遇后 老丈人终于紧张起来 他居然把这个女儿和孙子弄丢了 刚想发热的时候 妻子的电话正好打了过来 他已经来到了小镇的边上 约翰和老丈人赶紧赶过去 远远地看见 这家的车向这里这边飞奔过来 妻子终于崩溃 大声地哭了起来 约翰将他紧紧地搂在怀里 一家人回到了家里 从电视的报道中得知 位于格兰林岛的基地 还有很多位置 时间紧迫 约翰紧急收拾一下 准备一刻出发 可老丈人怎么也不肯离开 他舍不得离开自己生活了几十年的家 无论女儿怎么劝也没用 最后 约翰和妻儿暂时和老丈人分开 此次的天空已经变成一片血红 距离地球毁灭的时间 已经只剩下几个小时 约翰一家向了基地狂奔而去 却又被堵在了高树上 突然 成片的陨石重听而降 高树上瞬间陷入了混乱 不少车辆被炸毁 不少人命上当场 约翰当机逆断 调转车头向山间小路而去 一路上 陨石不断闸落 约翰滴滴撞撞撞的不断的躲避 最终有惊无险的来到了大桥下躲避 到了晚上 陨石群终于告一段落 一家人暂时上路 向着军事基地而去 可当他们到达机场时 最后一架飞机正要起飞 约翰不想错过这最后的稻草 他开车挡住了飞机的跑道 飞机只好停下 机长下来 恨不得将约翰狂咒一顿 约翰不断的请求 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家人 一家人终于踏上了前往碧兰鼠的旅程 这一刻 他们享受着这两天来 从未有过的安宁 然而好景不长 在第二天天亮时 一颗巨大的陨石炸向地球 强大的冲击波让飞机瞬间失控 机长只能迫降 依靠强大的心理素质 和过瘾的飞行技术 机长终于将飞机迫降在了山上 他为了保护一飞机的人 自己却离开了人世 基地就在眼前 新城下来的人们向基地狂奔而去 军用卡车迅速反应 将所有的人都带到了基地大门 事实 那颗最大的彗星 正缓缓地向地球袭来 最终在砸向地球的那一刻 约翰带着家人 成功进入到了地下堡垒 躲过了这场金石浩劫 而外面的世界却没有这么幸运 整个世界都变得颜色 没有了以往的无柴斑斓 只剩下一片死灰 在这短短的1分20秒的时间 彗星的冲击波席卷全球 地球上的一切生物都不复存在 70亿人瞬间消失 只要躲进世界各地的 避难所的人幸免于蓝 几个月后 避难所终于打开了大门 外面依然有阳光 可是债务收命的气息 这些被选中的精英中的精英 将要肩负起 重建地球的任务 每次看完末日电影 我都很想问身边亲近的人 如果我们遇到这种灾难 是打算带上我一起逃亡 还是说留在家里 一起度过最后的直指 但仔细想想 这种撤势题 其实毫无意义 因为人在那时会变成什么样 我们谁都不知道 而我们 为什么会被电影里面 帮助他人的人 克尽职守的人所感动 因为这种在平时里 都被人称赞的行为 在灾难面前 人可以做到 可见是多么难得 对于这份善意 只能在我们随着剧情 和约翰一家人 一起逃亡的过程中 情怀感恩的去面对了 好了 近到这里 请忽略我的普通话 神欧 麻 gone 来 这个